今天要介绍这位嘉宾 我会用四个字来形容他 就是生产不露的 那我们的粤语就会说 它的外表给人非常的诗文 谈吐也并有力的 那跟他在电话里面沟通跟交谈的时候 他好像是一个书信一样 有一个formulation的 那有一个称呼 也有一个是问安的 那他自己本身在分享这个的产品 头皮的姿势的时候 就滔滔不绝了 那感觉就好像一个就是 产品的说明书一样的 那最让我自己争处的呢 就是他的这个大师级的作品 来 我们让大家一起来欣赏的 这个好像是一个白发魔女的 就如果皇家卫要开拍第二集的时候 可以考虑这个另类的 这个白发魔女的这个造型 那个灰白当中带有这个蓝色的 那另外这个呢 这个刘海非常的有创意的 我们下一集可以考虑这个 用这个刘海来见人的 对 今天这嘉宾就是来自柔佛的 Alvin Lee 非常酷的一张照片 我们有请他来上线的 嗨 大家好 我是Alvin 我是来自柔佛州的 嗨 我是Alvin 目前在这个美法的生涯里 大概有一个十年左右的时间 很荣幸可以让我们的主持人光位 邀请我们上大的法样年华的 Building on Life在这一次的分享会 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分享会 可以让大家可以对我们更多了解 也通过Building on Life 对在这美业中呢 可以让更多美业者更了解 美业的很多的传奇 哇 你看 简直就好像一个说明大会这样 你的身份就是一个讲师的身份 那知道你的这个 Stallon的名字是El 那其实是跟这个医疗是同身的医师的 那什么原因会想到这个同身呢 那同时呢 就会如何去诠释是说 这个医疗跟你的这个美法的理念是一致吗 打从我其实在2011年呢 我创业的时候呢 其实我的公司是放 那以我的个人的名字为主 那我的名字叫Alvan Lee嘛 那就是从EL开始 那一开始呢 我在经营我的事业的时候 那就体现在我是一个个人主义 一直在经营我的事业的时候 那很多顾客就开始来找我做的 那我今天终于一直在做的时候 我生意开始也 路续越来也好的时候呢 也太多顾客已经在找我做的时候 我觉得 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 是不能可以维持 可以让我走得更远 后来我觉得团队很重要 然后我在2015年就是5年前 重新定位过我的公司的发展的大方向 就把它定位成EL 就变成同一个医疗开始 这个医疗的开始也是在 在我一次可能是在去一些医疗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大家都是医护人员 然后我觉得这个医疗很重要 因为医疗就是对于在治疗上的东西是改观了一些改善法 或者是头皮的东西 那我就把公司重新定位在医疗 那在我的公司的服务项目中呢 我定位我的医疗就是有主打我们的染法 主打的染法我们叫医护染 那我们的烫法呢当然也少不了 就是我们的性质就是医护 在染法跟烫法的过程中 我们是跟治疗同步进行 而同步进行的这个医疗 就是为了避免在做医疗的过程中呢 避免的法治在进行医疗的过程中 把那个伤害都降到最低 所以能希望可以给客人体验到最好的服务 和最好的品质 因为我们的公司的使命很简单很简单 我们就是服务力以客为品质至上 那这就是我公司操作这三个方向的使命 一直走到今天 哇你这个方向也是蛮独特的 那你有听到就说这一个的良性美法的 那个沙龙这个事业呢 那你是指的这个良性是指在这个收费合理呢 还是说就是用心去对待客户呢 OK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在属于良性美法 我觉得是从我们的从小的 父母的教育的道德观念 那下来在你收费的观念 我觉得是一个是比较明党性的话题 因为我个人觉得如果今天 你只要当客人满意的时候 不管收费这种客人自然都可以接受这个价钱 那你如果打个比方 如果收费即使再便宜都好呢 只要让他不满意的话呢 你给他几便宜都好 他都不能接受这个价钱 对于这个价钱的定义 那如果是讲到我们的品质的话 就我们的公司都会一直采取 即选用一些好的品质的产品 好的成分 就主要我们的公司一直主打的 来自日本的一个003的 No.3的产品 这是我过去从2015年重新定位过后 一直开始坚持在用的这些品牌的产品 是的 那我知道你加入这个美法行业 就是坚持你自己追求的美法梦呢 又还是因为他看到你有这个价钱呢 好的 其实我从小以前在我高中读书的生涯的时候 我就很暧昧了 我对于我的美观 审美观都有一定的要求 然后我本身也幸好我能可以顺利读到高三 高中毕业了 那我的爷爷就问我 我的父母家里的 我的最不担心的就是 就是我的哥哥跟我的妹妹他们的课业 而且的上进行都非常好 唯有就是我这个小弟孩 当时在18岁的时候 就不清楚自己到底能不能顺利毕业 也不小心顺利毕业过后 我的爷爷就问我一句话 他叫我阿红 你毕业了过后 你又打算你要做什么吗 当时我很清楚就告诉我的公公 我讲公 我想成为剪头法的 那个时候我的表达的意思叫剪头法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很单纯 还在18岁同年 我们那个时候不会叫法行师 我就跟我公公说我要成为剪头法 我喜欢剪头法 我觉得这个行业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 那时候公公又问我 怎样讲伟大呢 他就问我这句话 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 其实是可以让一个人 重获一种自信的行业 因为有时候我去一些沙轮 以前我在中学剪头法的时候 那有时候有好几次的不好的经 就是剪到我的效果不是很好 不是很满意 然后影响到我的心情 然后也影响到我回到家里也不说话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 我觉得发型非常的重要 我就当时我就立志了 我想成为发型师 因为我从小就爱好喜欢设计 基本以为就是说我们以前读中学的时候 我毕业想选择哪一科 其实我想选择的科技是跟设计有关系的 可能是服装设计 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成为一个美发师 因为我觉得 个人觉得美发师这个行业是非常棒的 因为你看有什么行业后面有一个师字的 就比如有律师 老师 军师 这些有一个师字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 值得让人去崇拜的一个职业的名称 对 包括了建筑师 那在那么多的师当中 你最终选择的这个美发师 哇 明确的决定 那怎么诠释 怎么理解你有提到的一句话 就是说你不是想这个社会 而是想改变这个社会 那感觉这一个东西 我觉得好伟大的使命 可以分享吗 这个东西也是在我从2010年 当时我才23岁刚创业的时候 一直在磨练一直在经历的 在这七年经历的时候 我在30岁告诉我自己的时候 我要问力不是来适应社会的 我是来改变环境的 那因为我在这个经营事业的时候 也有一些波折 有一些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 让我无形中成长很多 让我经历了很多这些考验 所以我觉得当我在经营事业的时候 我想要复制更多的团队 复制更大的团队 原本就是一开始我创业出去 我的员工可能我的团队只有好几个 后期现在到目前 我的团队已经自己到十个以上了 也见证到现在也有好多一些不错优秀的员工 一些我们也证明了出了好多很优秀的美华师 所以我创业出去已经在外面已经创业自己 属于自己的事业 那我抱着的心态 我觉得只要你出去创业的话 你只要有一个良好一个很好的道德的观念 就是你带着三四个火系团队跟你工作 那他就能养活一家三口 那整个社会就会更健康 整个环境会更好 当然我们主要的法新师就是因为 他会重获一个人的自信 从一个客人来到我们店的时候 然后得到他满满一兵至如归手 他散发那种自信的时候 走出在社会比如是工作 那行业比如是一些业务员 可能是做一些买卖房地产 买卖车跟保险业务员 他们都说Alvin 我很喜欢赵丽先生的头发 因为每一次我让你剪的头发过后 我一整天的自信跟能量都非常充实 我觉得赵丽先生的头发过后 我有那种自信 我会有一种动力 我觉得给人一种自信 是一种很棒的事 对 那你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你自己有改变到这个社会吗 OK 目前为止 我觉得我有造就一些社会 就是可能 我有一些我的团队 目前可能 每个人的理念都会不一样 OK 那他们的想法的家族观也不一样 那他们有些是出去创业的 我手上算起 已经有好几 蛮多个已经出去创业 在外面已经有力足够 目前到现在都做得很好 也有带出一些团队 在一起为社会去做出一些服务的东西 当然我们这个行业 其实我们每个月都会定期去老人院做义工 因为我觉得要成为发型师 要培养一种就是你的爱心 对 因为爱心非常很重要 它是磨练一个人的心得来的 是的 刚才你有提到 就说了很多人都很喜欢找你的剪头发 就是做这个发型设计 那其实在当中呢 你是做了些什么东西 让他们那么着迷 让他们甚至好像爱上你这样 他们出去的时候呢 就是自信满满的 是因为在技术上你达到他怎么要求呢 还是在过程当中 你们真的是有跟他沟通 就是帮助他达到他内心的需要呢 OK 我个人觉得可能如果要客户满意的呢 我觉得就是服务的前提 就是专业是说在前面的 也因为你的专业也成交了客人 也因为你的服务的一个体验 让客人觉得满意 我觉得我们讲回就是 当一个客人来到我们店家的时候呢 客人走进我们店家的服务的前提 就是觉得人家感觉良好嘛 那你就会有一个 Hello 你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然后我们的公司的SOP 就是会接待你 请问你今天要喝些什么茶点 然后我们就开始服务顾客 然后专业是说在前面 我们就会跟客人去联系 比如第一次来的客人 我就会问你 平时会问他几个问题 你多久会剪一次头发 然后平时你的头发都会绑的吗 然后我想请问 你在家居家会不会有自己的造型 自己的装头发 然后平时洗装过后 会花多少时间在打理头发 那你要从生活的角度去探讨 了解客户的需求 唯有了解客户的需求 在于生活上他的需求方面 我们才可以满足到客户的要求 然后在过程中也要跟客人 一种很好的说话 他们的体现就感觉良好 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发型 必须具备的第一个就是你的技术能力吧 技术是一个最基本的 那第二就是你要知道一些知识上的理论 那假设比如你的头发是适合什么颜色 你的肤色还有平时你的穿着 还有你的搭配 那还有你的造型到底是什么型 发型可以修饰你的脸型 让你体现到你的无关 你的轮廓会体现到更好 那接下来就更重要就是你的话术了 如何在你的技术层面 再还有你的专业层面 通过一些逻辑性的方法 把很简单的道理从我们人口中 说给客户了解明白 那客人在跟你互动过程 也会访问你很多问题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可以更了解客户的需求 抓住客户的他心里想要的东西是写什么 哇讲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到位 我觉得你真的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的讲师 那很多的大师级他们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出来一些非常好的 进人的效果跟那个作品的 但是他们可能在沟通上的时候 可能是达不到那个的所谓的那个的standard 达不到那个的要求 可是我觉得你两方面你就可以拿捏得到的 在讲师也好 在传递讯息也好 在做秀也好的作品也是非常的精致 那你如何去拿捏得到呢 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一些大师级的人物 他们当然其实他们不用说太多话 因为他们的本身其实作品自然就会说话了 我个人也非常崇拜会去欣赏去追随 他们做出来的作品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已经是在 属于在艺术上的另外一个层次的阶段了 那我也还在学习的 那我本身我的本身的性格就是爱分享 那我个人是一个很好学的一个 很好学的一个人 对我的事业的抱负是非常有要求的 非常有要求 所以我会去喜欢学习 那我学了我就会说 那我父亲是这样跟我 跟母亲是这样跟我说 儿子你想了你就去讲 讲了你去做 你就会心想事成 所以当你已经知道一些东西的时候 在我们的头脑已经在想的时候 其实已经在开始branding了 那你branding的过程的时候 你就开始去做 当你见证你做的时候 你一定会遇到一些 东西不是想到完美而去做 因为事先 就因为不完美而完美 因为在不完美的过程的时候 让你拿到一些很好的经历 才能造就今天 今天的自己有一些小成绩的我自己 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 就是在讲的时候 在表达方面的时候 都真的是做到位 真的可以成为这个国际讲师 那其实是刚才你听你讲了之后 就是一连串的就是一个训练 对吗 对 其实我本身就是 因为我们有开创学院 那我本身在我的医药 和学生学院 我就可能是 扮演院长的一个角色 那我就会时常跟我的学生们 作为知识上的分享 和教育上的分享 当然在团队上 我还有些说一些 比如一些沟通上 跟一些心态上的分享 就希望可以让他们在事业上 可能遇到挫折的时候 会给他们一些更好的方向 那我们本身 作为领导人 最痛苦的东西就是 当你每天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只可以自己疗愈你自己 你自己去 给你自己去摸索 让你知道自己的问题是在哪里 可以自己自我减少 我觉得一个人 成功不是说比别人厉害 我觉得是比别人耐一点 你就是通过你那个耐心 可以被人家去摧垮你的心 然后你可以去自我反省 一个人跌到谷底的时候 不是看那个人能承受的 而是看那个人跌到谷底的反弹力 有多快的时候 所以我会长期分享一些 给能量 给一些好的健康的知识的 教育的方向去开导 去教育我们的团队 对 是的 就坚持到底了 那其实你们在JB那边 这个疫情也是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你沙龙那边的业绩如何呢 在这个MCO跟CMCO 你们是如何去度过 还有一些什么的策略吗 当然其实这个疫情 100年才一次了 就在我们这一代遇到了 其实真的是 也是让我们一个 做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于这个挑战 我们要抱着一个心态 一切问题发生 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开始 也是让我们通过这个疫情 让我们觉醒 我们可能沉睡在很久的东西 已经不知不觉的东西 让我们敲醒了 有一些问题的所在 还有一些是我们安逸了很久 可是一直没有爆发 就好像这个火山 是睡眠火山 那突然这睡眠完 突然一爆发的时候 一发不可手势 当然现在发生的问题 还没有到最糟糕的时候 当然我们政府 还有一些现在马来西亚 一些良好公民 都很努力的一起配合 就是在做一个防疫的 当然我们也少不了 也一起努力做这个防疫 当然在事业上的生意 一定会被到经济严重影响 因为我们是在坐落在新山 我们大概是有30到50%的客户群 都是来自于新加坡 或者是在本地生活 是在新加坡工作的 只有在那边的客户 他们的花费消费才会有 能力可以花费的更大 这绝对是让我的业绩 一定会面对到影响 面对到这个疫情的打击的时候 然后我就抱着一个心态 我现在第一件事先 先搞定的就是人的问题 第一个是解决这人 要以安顿等心先 先不要慌先 先不要慌先 那我第一件事呢 我自己先打好一个底牌 我先去计算我的公司 还有我们的个人身家 到底能维持多久 遇到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找银环 银行做贷款 去做一些银 然后我们就开始 当我们有一些足够的资金 对自己有一定的保留的 一些心情的时候 我们就去跟企业 去谈一些可能要求性的一些 问现在有什么offer 我们可以在这个期间 以更良好的价钱 回馈给我们顾客 在这个时候 给他们可以做一个 MCO的COVID-19的一些 让他们来购买我们配套 然后在疫情的3月 到6月的期间 我们在此也做到蛮惊人的成绩 就是有通过一些直播 还有通过我们的团队 可以去开始follow我们的顾客 然后也做到一些不错的成绩 当然肯定没有像我们实体 营业的那么好 至少可以让我们度过难关 我觉得 抱着这个心态吧 光光难过光过吧 对 哇你的这个态度非常的热观 我自己本身是非常的欣赏的 那对于讲师技快来说 我反而觉得很有兴趣的 就是说你基本上来说的 你觉得是如何的那个条件 怎么样的一个讲师具备 有一个好的条件呢 我觉得我们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 开始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 我觉得一个是笑容 还有一个肢体 给人家到底觉得 是不是人家会想听 还有你说话的方法 到底你讲的东西 人家会不会想听进去 想不想对这个东西的话题 是否产生了一些 对他有一个话题性的东西 是想让他继续想听的 然后我们本身呢 想成为一个讲师 那我也不是职业的讲师 我就只是纯粹去很喜欢分享 很爱学习 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爱分享的人 那我就会去学习很多东西 然后在一些 可能在我们的工作上的必须上 所以我必须去学习一些演说能力 所以我就会去报名的一些课程 然后去学习这些说话的技巧 然后演说能力 然后自己本身也要去进修啊 看一些视频 然后录影自己 然后给自己自我听到 于是我会自己录影 一开始一些我 我的太太对我的要求会讲 你不能这样子 就这样出席一个场合 你必须要录制好一些事前的东西 所以做好每一件事情的东西 你必须要做足的准备 才去出发 所以我太太有时会跟我讲 开始做彩排 然后开始录制 然后看回我们过去的视频 你刚才讲的东西 你要怎么去调整 怎样才可以做到更好 对 他辩执你这样 我觉得太太很重要 对 选对太太很重要 选对事业也很重要的 OK 那讲起就是说 你真的是表达的时候 就是一心过感觉 这我很佩服你好像不需要想 这样 我真的是要跟你 像你多多学习的 那在讲实际块 你也达到到位的要求 然后如果在这个作品方面 你通常是灵感源自于哪里的 有花多少时间去筹备呢 灵感每次来的 都是我觉得是在夜深冷静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天马行空 就是时候你会在一些 离开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在旅行 或者是在我休息 我不可能会在我工作时候 找到灵感 灵感一定是在 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扰到你的情况下 然后你在自我 头脑开始自我放飞的时候 在想一些有些不可思议的时候 我就在那个时候找灵感 或者是我在看电影找灵感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2016年 参加这个Innerbriam的Color Master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参加比赛的时候 我非常的感谢我的太太 还有当时我的团队 我们比赛的主题是一个模特 做三个不同的造型 然后是以色彩 头发的彩妆 还有你的技巧 还有你的服装 还有你的化妆 是人和一体的比赛 那这个比赛是我人生在我30岁 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 就非常高 所以我在比赛的前三个月 我一直不断的练习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在 在那些做一些 Avangas 就是做了前卫的头发 那些本身不是我的想象 也因为我想要挑战的东西 我就一定要去做到 我告诉你 只要我要做东西 我就一定要去做到 我就每天开始学习 然后去找一些前辈 找一些 在这方面蛮优秀的 一些我的前辈大哥 我找一个玩具去学习 去问一些灵感 然后我怎么去做 然后东西会越做越好 然后我比赛的服装 那一整套服装 当天比赛的时候 评审问我这套服装 需要多少钱 但是我给她是很惊讶 我比赛这三套服装 其实不到马币100块 蛤 对对对 这整套服装是我太太做的 哇 那你太太是时装设计师吗 我大概以前有一个梦想 就是想服服装 就是喜欢画婚纱这些 那你看那个刘海的造型 其实那个造型 其实我们的作品的成本 不到30块 只需要两片布 跟它绑起来吧 你这样透露这个价钱出来 好吗 那对于其他那些大师 他们可能画了一个作品 整一万块 就好像我们昨天访问的 其中一位嘉宾 她说她的作品 画了整一万块 那听到之后 她在后面打不上毛 好的 那这里我发一个福利给你了 你想对你太太说些什么东西 在空中想 向她说些什么东西 我的每次跟我太太说的就是 哎呦 这个有点肉麻 还是留在晚上跟她讲 她自己感受得到 好的 那在这里非常非常感谢你的时间 让我们知道那么多 关于讲师也好啊 你的这个灵感也好啊 还有尤其我觉得你在做这个的管理啊 你的概念都非常的好的 让我们学习的不少 那非常谢谢你的 那在这里呢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比较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谢谢观众 我们的Beauty on I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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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